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被国际媒体报道 中华民国能见度大资 我们必须要感谢外交部 替台湾所争取的曝光力的努力 那么今天的外交部可以说是 再接再厉继续制造话题 让我们台湾节目有题目可以聊 今天聊什么呢 今天是外交部 他们今年的年历 如果你有的话可以翻译一下 还有太平岛跟钓鱼台 都是我们的管辖区域 但是明年的拙力 也就是下一个年度的 有关于比较有主权争议的岛 钓鱼台这些都没了 所以外交部 谁他们这样的做法 有没有可逸之处 可讨论之处 四位来宾 请举群杀牌 你觉得说明年 钓鱼台今年有 明年在桌地上就变没有了 外交部做错了吗 请举群杀牌 都错了 这个东西 最近我们的外交主权的问题 媒体开了好几次 然后外交部还这么敏感 就干脆没有 明年就钓鱼台不要了 其实也是佛星来的 其实你可以看到 外交部的解释就硬拗 他都用灯就硬拗 你就可以看到 我们政府官员里面 都不认错 包括桃园机场也是一样 你连政工事都出国考察 考察什么 会计财务部都出国考察 考察什么 把所有 我给你讲 把所有的机场工 每一部门 每个人都去 每个单位都派人出去 出去考察 外交部也是一样 干脆你说你疏忽漏裂 你都认错 尤其是在敏感时机点 大家前一阵子 为了太平岛 为了钓鱼岛 主权是不是我们的 真成那个样子 我们还有人去登 那个钓鱼岛 而且我们还这样 总统都上了彭家宇 遥望 总统也上去 我们还派那个 我们建制去保护 我们的遗传 那么浩大 你外交部在睡觉 难道你不知道说 这么敏感的议题里面 你既然没有把它放进去 那当然要被人家骂 我们来看外交部的说法了 外交部说 年历 桌历 是要介绍台湾的美好文化 风土以及观光 并不是宣誓台湾领土主权的设计 所以这份年历的功能呢 是介绍观光 对大家是误会了 但是 虚伟爷 同样是年历 今年就有 明年就没有 你现在这个时候 这样做也说不通嘛 对不对 纯实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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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刚好裂裂太多了 裂不完的 明年 所以这个外交部真的令人摇头叹息 你看 钓鱼台事件 我们的损失可大了 本来中国是没有发言前的 因为中国的发言前是建立在 钓鱼台是属于台湾的处权之内 然后 他们又认为我们是同国大陆的 所以他们也可以发言 所以我们如果没有走在前面 他们是不可能跟我们站在一起的 但是今天 本末导致 这个所谓主客已经异位 结果国际傻眼了 这是你的领土 怎么让那个国家为你出面呢 这是一个很大的危机 所以现在国际是很注意台湾 因为国际都很担心 台湾不小心把自由世界的 这个门打破了 或是把它打开了 让中国可以长期逐渡进入太平洋 现在是很担心 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们应该借力实力 这是我们曝光的机会 结果也曝光了 问题曝了光刚好相反 而且真的曝了光之后 别人抗议了我们还是不抗议 绝对不会抗议 而且多离谱 离谱到说 中国大陆是把我们的观光景点列进去 我们自己是刻意去骆练 骆练我们自己的领土 因为我们是他的一部分 而且前一阵子还那么煞有其事的 跟日本打水战打成那个样子 对不对 那在干嘛